提出破坏式创新理论的大师克里斯丁森 在自己的书中感叹 看过太多他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 在面对生命抉择的时候 往往会陷入极大的危机 我们曾经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中 和他们讨论过这些可能在生命中出现的事情吗? 多年以来 趁机导向的学习 一直是在教育现场真实的样态 但看似与升学无关的生命教育 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在台北的松山高中 透过课程与社团 融入服务学习与生命反思的机会 让学生能够实际参与活动 体验 由内启发感动 经由操作 观察 探索 互动 反思等历程 是整合感官及经验学习的教育过程 当找到跟学生生活情境相贴近的 生命教育课程题材 与学生拉近距离 学生就愿意进入到 老师所设计的课程脉络 产生更多深刻丰富的对话 生命教育的实践也会更简单 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荧光焦点 想知道更多教育不一样的节目内容 欢迎订阅古典音乐台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更多完整节目资讯 请看资讯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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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